马上到618了 今年安踏还把不把大伙当兄弟 今天加个来给大家带来第一首的 安踏618折扣讲的资讯 今天就会带来开箱五双折扣单品 其中不乏专门为618推出的新款 当然少不了上脚搭配真实评价 来看看这回安踏还值不值得冲 后面讲过这个也 纵观时下流行的穿衣风格 复古简洁两个词汇下这两年时间里面 一直都是主调 对于大众穿搭来说 舒服简约坚固质感的小细节单品 也一直是耐穿以及不过学的代名词 所以这回618 安踏也把两款一搭配的刚需产品 自行先看一刀 首先就有街头基因浓重的百搭版鞋 安踏接丸系列 以及也有之前节目当中介绍过的 舒适型复古新鲜跑鞋 安踏冰糖3 那先来看一看一共五个助打配色的 安踏接丸 凡石 香菜 火龙果 青苹果 椰可 现在调查一波五个配色 哪个最求你把编号留在这里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丸系列 灵感源于2010年的安踏经典款式 所以从订阅上面来说 这是一双街头风格的潮流复古板鞋 鞋面采用结构穿插设计 拼接材料很丰富 加上外侧大大的安踏logo 用作搭配10下火热的微喇叭裤型 我觉得非常合适 这双的配色叫做椰可 色彩上面选择了大地色系的沉稳经典 那一看颜色灵感就来源于夏日的椰子 后跟裂纹造型就像椰可被打开时候的自然裂纹 细节位置在鞋舌的内侧印有手绘的半颗椰子图案 双面鞋来设计寓意是打开的椰可 大地色调对应的是沙滩的沙利 怎么样感受到海风了吗 那如果你想要低调质感的话 必须看看这一双 凡石配色 凡石的意思就是被骚的矿石 凡石配色的这一双街网 在鞋子上面用到了黑色 以及亮灰色 来象征矿石经过的被骚 最终达到完美呈现的状态 配上鞋面上面撞色的明缝线 视觉观感更加低调 而且耐看有质感 喜欢黑色系低调外观鞋款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双 再配上鞋款标志性的外底边缘积木图案纹理 整个细节完全拿捏住 被它长袜矿裤 不要有一番风味 据说这还是带炎炎同款 看完两款低饱和度的色系 夏日炎炎必须来点清爽的颜色 香菜 火龙果 青苹果 喜欢哪样 那香菜配色我觉得不必多说 作为这个系列的经典配色 大面积的白色底色配搭 清脆的绿色 以及鞋身上面多出的小细节 从去年开始一直销量都非常不错 喜欢小白鞋的 可以避免又一定不会错 那另外还有两款 火龙果配色 以及青苹果配色 再加上一开始就介绍的这款 耶可配色 都是安踏今年为618特意准备的 水果系列新配色 那如果你平时跟我一样 都喜欢穿一些跳跃色调的鞋子的话 那火龙果配色非常值得推荐 男女都适合 那安踏这回的水果灵感 除了想要表现夏天的气息 以及年轻的活力之外 对于接下来毕业季的各位同学们来说 也有不错的寓意 火龙果吧 祝各位应届毕业生 红红火火 鞋身的色调来源于火龙果 侧面白色安踏 logo 配上颗粒细节 则代表火龙果的白色果肉以及果子 同样鞋身内侧也印有 手绘火龙果的卡通图案 大红搭配粉红的相近色调 让这一款配色拥有极高的辨识度 那当然如果你想在人群当中粗挑一点 大家不想太过于大红大紫的话 青苹果配色了解一下 同样有非常好的寓意 给6月份的各位卡通 带来祝福 情不清云 整体色调灰白加荧光绿色 绝对的不难搭配 又能有粗挑的颜色点缀 荧光绿跟灰色可以说是天造地色的一对了 在潮流单品的配色当中也算是一对老搭档 鞋身的颜色灵感来源于青苹果 鞋后跟特别加又有列文细节 对应青苹果的皮纹路 这里的工艺跟之前介绍的椰可的处理手法 又有一点区别 细节好评 同样的在鞋内侧 有青苹果的卡通造型 提醒各位时刻保持美好心情 这一款的荧光绿的细节 如果遮盖起来的话 我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用短裤来穿搭 看这一阵打个分 美风大处节日常大北通勤最常用来穿的口粮鞋 肯定是第一选择 对于喜欢复古休闲跑鞋的朋友 安踏冰糖3 这回记得关注起来 具体的开箱视频 我在4月份的时候已经有做过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翻翻看 在这里我着重给大家推荐几个我很喜欢的配色 我手上的这个年代绿 以及泥沙灰都是我最爱的 另外全新的冰糖葫芦配色也很值得关注 聊了这么多 是时候公布我这次获得的618折扣情报了 安踏这回家618 接完系列经典配色最低到手价是329 新颜色是359 冰糖3系列最低到手价269 嘿嘿嘿 给力不 除了之外 安踏这回家还附加了一个安踏随心搭真的香的活动 玩法非常简单 就是你买一双鞋子的基础上面 如果你再买一双鞋子或者衣服的话 折扣就更香 相当于折上再有折 怕止自回值不值得处 大家说了算了 我们下期见 聊天对边